嗨,各位清单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课室中 前面的两个课室,我们陆续介绍了一系列的清单工具 包括纸质的翻格笔记本,幕布,还有印象笔记 今天的这一课室,我们就来介绍最后一款重量级的工具 滴答清单 俗话说,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所以这一课室中,我们就先把兵器给磨力 各位,准备好运用滴答清单吧 滴答清单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款管理清单的工具 是吧,而且它管理的清单不是其他 而是我们之前分享的清单三大类别当中的代办事项清单 这个类别的清单,是我强烈建议大家使用专门的工具来进行管理的类别 各位,回想一下上一课室中 我们提到的从多个清单当中找出明天需要处理哪些代办事项的案例吧 为什么推荐滴答清单呢? 其实拥有比较强的个人主义 毕竟我自己使用了滴答清单三年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使用代办事项工具的话 可以跟着我们的课程来学习并使用它 不过如果你现在正在使用奇妙清单 Sins这些工具的话 你也不必更换 可以从这个课程当中吸收一些使用方面的技巧 滴答清单几乎支持所有的电脑手机平板这些平台 你可以从App Store或是安卓的各个市场上直接搜索滴答清单 这个关键词来下载到 而且你也可以直接在网站上使用它 以下我们就以电脑上的滴答清单为例 为大家说明滴答清单的基础使用方法 因为电脑版本的功能最多也相对比较复杂 这个版本都搞定了 手机版本就更是不在话下 分享的过程中 我还会分享一些我的使用技巧和经验 这些内容我将按照这样的一份清单为大家呈现 首先我会带大家认识滴答清单 然后入门滴答清单 再然后告诉大家使用滴答清单的流程 第四告诉大家建议的使用方法 最后为大家分享一些使用滴答清单的小技巧 OK 现在我们先在电脑上打开滴答清单 来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吧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PPT当中的图片 就是滴答清单的主界面 之前有同学给我反应过 感觉这界面挺复杂呀 其实如果我们认真理解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它其实真的一点都不复杂 整个主界面分为三栏 最左边的一栏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清单栏 在清单栏的上部呢 是快速审视栏 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今天的任务 明天的任务 未来七天的任务等等 而在下面呢 则是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 所创建出来的不同类别的清单 当我们在清单栏里选择相应的清单时 会发现第二栏会显示对应清单的条目 这一栏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任务栏 它会显示当前选中清单里的所有任务 而当我们选择一项任务之后 在最右边的栏里 则会出现相关任务的信息 所以我们可以把最右边的这一栏 称之为任务的信息栏 其实在这个主界面当中 清单栏的快速审视栏里面的项目 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制定义的 你可以通过打开滴答清单的设置 然后选择智能清单来选择哪些项目 可以显示在这个区域 OK 在简单的认识之后 现在我们再来看 要使用递达清单来管理众多的待办事项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必须得知道 其实在递达清单当中 就只有两个关键元素 一是清单 二是任务 清单是任务的容器 而任务则是其中的一个条目 我们可以通过在清单栏 点击右键菜单 来创建一份新的清单 并且往里面添加一些任务 另外你可以把多份清单 纳入到一个文件夹中 以方便清单的管理 清单没有什么需要介绍的 对吧 稍后呢 我会告诉大家一些建立它的技巧 现在呢 我们就重点来说说任务 因为任务有着众多的属性 它们都有哪些属性呢 第一个属性是标题 这个很容易理解 对吧 就是这项任务的名称嘛 第二个属性描述 是基于这项任务更详细的介绍或者备注信息 比如我有一项任务是给客户打个电话 那么我可以把客户的电话写在描述信息当中 如果你是滴答清单的高级账户的话 还能够把这个描述转换成为指任务清单 甚至指任务清单是可以和描述共同存在的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功能 指任务呢 我通常会把它作为检查清单来使用清单当中的清单 第三个属性是任务的优先级 在递单清单当中 任务默认是没有优先级的 但是一些特别的人物 我们可以为他主动指定优先级 优先级呢 分为高中低三个级别 通常我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般都不会特别的去指定优先级 而仅仅少数重要的任务 会为他分配高优先级 第四个属性 是任务的执行日期和时间 我相信这个也不用多说 最后一个元素是标签 标签是指这项任务有着哪些不同的属性 关于标签 后面我们在讲使用印象笔记 来管理清单的时候 还会非常详细的说明 所以稍后呢 我只会对在滴答清单当中 我是如何善用标签 来管理任务属性 做一个这样的介绍 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属性之外 每一项任务 我们还可以为他上传 包括图片音频和各种文件的附件 比如说我有一项任务需要用到很多的文件 那么我可以把这些完成的文件 直接上传到滴答清单当中 这个非常有用 还有一个场景 比如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那么我会以简单的文字 把这个任务录入成为它的标题 然后呢 并为它配上一段非常详细的录音 来详细的介绍这个想法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入门了滴答清单 你可以使用它来管理你的清单 以及所有的待办事项 但是要想更好的使用它 我们还得了解使用它的具体流程 其实这个流程非常的简单 也就包含了两个步骤 第一呢 创建清单 第二 在清单当中添加任务 我们来详细说说这两个步骤 第一创建清单 要创建一份清单 很简单 操作人人都会 对吧 但是我想要告诉你的 是创建哪些清单 我创建清单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根据场景 二是根据具体的项目 根据场景来建立清单 是大家都会使用到的方法 我也是这样 我创建的清单 就主要包含了工作和生活 两个类别 工作中 我的清单会比较细分 大家知道我现在的主要工作 就是普及清单思维 对吧 所以这方面的工作 我把它分为了运营 内容 课程 等等 把这些内容呢 都把它列了一个单独的清单 值得注意的是 大家看到的那个图片当中 在我的清单里 有一个LP接开头的清单 这是什么意思呢 P接这两个字母 是我定义的关于项目的缩写 有的时候 因为这个项目里面会既包含课程的任务 也包含运营的任务 但始终呢 这些所有的任务都是属于清单思维 这个训练营的 所以我把它们建立了一个这样的清单 这就是根据具体的项目来创建清单 这一类的清单通常都是暂时的 因为项目一完成 它可能就会被删掉 对吧 使用滴答清单的一个好处就在于 项目完成 你可以把它关闭 同样的项目再次启动 你可以把它再打开 然后呢 复制一份 所有的代办事项和进度都在 你可以参照里面的代办事项 来完成整个项目 而大幅的缩减重新思考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 在我创建的清单里 有一个值得分享的技巧 那就是为清单创建编号 比如大家看到的我的那些清单 都会有一个字母加上一个数字的序号 对吧 字母代表这个清单的归类 序号呢 则起到一个排序的作用 这样的编号有什么作用呢 这涉及到一个技巧 你可以在电脑上使用一个快捷键 打开滴答清单的快速添加功能 并快速添加一项任务 或者即使是在主界面添加任务的那个框里 你也可以通过上标符号 也就是按键盘的shift加6 这个上标符号 来快速指定任务所属的清单 这个时候有编号就会非常的方便 你可以只打出这个编号 而不用打出整个清单的名字 在录入任务的时候 除了可以使用shift加6的上标符号 来快速指定任务归属的清单 你还可以使用这些符号 来快速指定任务的其他属性 比如使用感叹号来指定任务的优先级 还有使用警号来指定任务的标签 注意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所有的符号 都是英文状态下的符号哦 OK 这就是使用滴答清单的第一个步骤 创建你的清单 当然这个流程并不是一处而就的 你可以先创建需要的清单 后面呢 再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略做调整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 录入任务 这其中也是有一个流程的 我使用滴答清单 所有大脑当中的想法 以及所有的代办事项都会往里面扔 但是这样就会很乱呀 对吧 所以几乎所有不错的代办事项管理工具 都融入了清空大脑的理念 至于什么是清空大脑 我们会在下一课室中进行解释 这里我们就只说建议的流程 当你有一项不是那么明确的任务时 这些任务你可以直接在滴答清单当中进行录入 这时你录入的任务呢 会被记录到一个收集箱的清单当中 这里面的任务都是带整理的暂存状态 把它记下来 是为了不让它占据我们大脑当中的工作记忆 还记得神奇的数字 七加减二吗 当你把所有的任务都记录到收集箱之后 你知道你的代办事项和想法 有了一个更加可靠的归属 所以你不会再被它引发焦虑 但是我们至少要每隔三天的时间 去整理一下你的收集箱 看一下哪些任务是属于工作的 哪些任务是属于生活的 哪些任务应该在哪天执行 哪些任务的优先级又是怎么样的等等 这时再去把收集箱里面的所有任务 每一项都放到对应的清单当中 并为它们指定相应的属性 这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使用滴答清单的两个关键元素吗 对吧 OK 我们分享到这儿了 相信大家打开滴答清单 执行一下这些操作 很快就能够得心应手 毕竟滴答清单的基础操作并不复杂 软件也设计的比较好用 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些简单的功能就已经足够使用了 接下来再为大家分享一些 我自己的使用方法 首先第一个方法 是我建议大家使用的清单命名方式 刚才我们说了 以序号下滑线和名称 组成的清单命名方式 还有以PJ开头的项目清单命名方式 其实我也使用滴答清单 来记录一些检查清单和流程清单 而不仅仅只是记录代板实项清单 而且这一些类别的清单 我都是以任务和指任务的形式进行记录 这个时候通常我会在任务的标题上做出区分 比如现在大家看到PPT当中的图片 在图片当中 我使用CLFLML来标记出不同类别的清单 CL代表的是checklist 也就是检查清单 FL代表的是flowlist 也就是流程清单 而ML代表的是memolist 也就是我记录的备忘清单 有了这些规则 在查看或预览清单的时候 就能够做到一目了然 第二个方法是关于如何使用低搭清单的标签 从我列的清单当中 大家都已经看到各类任务已经被安排得非常细了 对吧 所以基本上在清单和任务管理当中 我不怎么使用标签 但是我会使用标签来标明一些任务的状态 什么意思 这里直接给大家看一些我在低搭清单当中创建的标签 第一个标签 focus 带有这个标签的任务代表者是需要我去关注的 有可能这项任务比较重要 我需要特别关注它 当然这个也可以用优先级来实现 也可能是这项任务我把它交给了其他人 我需要关注它的进度 第二个标签 daily weekly monthly 从名字不难看出 这一类的标签是需要循环执行的任务 比如整理书架这项任务 是我每个月都要执行的 所以我把它打上了monthly这个标签 通过打标签 我可以快速找出拥有这个标签的同类任务 第三个标签 x pomo 这里的x代表的是具体的数字 这个数字呢 从2到6不等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这涉及到另外一个下一课时中 我们将要分享的重要概念 翻解工作法 翻解工作法的发明者是意大利人 所以在意大利文当中 翻解工作法叫做Pomodoro 我截取了前四个字母 并在前面加上数字 代表一类标签 用它来表示这项任务 我需要几个番茄时间才能完成 比如说 2pomo 3pomo 等等 通常在录入一项重要任务的时候 我就会先为它预估 完成它需要花费多少个番茄时间 并且呢 为它打上这一类的标签 这样 按我有闲暇时间的时候 我会以此为根据挑选任务 比如我在星巴克等人的时候 对方告诉我大概还有一个小时才会到 这一个小时我不能闲着呀 对吧 所以我可以打开递单清单 看一下有哪些任务 是需要两个番茄时间以内就能够完成的 还有一个标签 叫做ASAP 这个标签呢 是源于GTD当中的一个理念 As soon as possible 意思是尽快完成 通常我很少为这个任务打上这个标签 因为打上它 这就意味着这项任务非常的重要 要么很紧急 我得尽快的完成它 OK 我们刚才说的 是我管理任务和清单的一些经验 在本次课施的最后呢 我再告诉大家一些使用迪达清单的小技巧 第一个技巧 删除任务文本中的日期 递达清单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功能 就是它能够自动的识别日期 比如我输入下周三上午九点开会 明天早上九点开会等等 它就会把这些任务当中的文本当中 包含日期的那部分 自动匹配到相应的日期 并且呢 在到时间的时候会进行提醒 不过默认情况下 下午下周三上午九点 明天早上九点 这些关键词是不会删除的 所以看起来这个任务感觉就怪怪的 其实在递达清单的设置当中 我们就可以选择智能日期识别 移除文本中的日期 来选择这些来把这些文本删掉 第二个技巧智能清单 递达清单提供了智能清单的功能 通过这个功能 你可以设置一些条件 把所有清单当中满足条件的任务 给筛选出来 比如我定义了两个智能清单 一是本周的任务 二是高优先级的任务 你只需要添加一个智能清单 然后定义一个或多个筛选的条件 就可以了 第三个技巧 你可以使用递达清单快速的录入重复任务 这个功能真的甩了其他同类软件好几条件 比如我每天冥想20分钟 那么我可以在递达清单的文本框中输入每天冥想20分钟 这样的关键词 递达清单就会自动的创建循环 并加入到每一天的任务中 甚至连这样的任务你都可以创建循环 比如我输入这样的一些词语 每三天整理递达清单的收集箱 每月15号还招商银行的信用卡 第三个技巧是使用语音来录入任务 这个场景我使用的挺多的 因为在开车的时候是我创业的高发时期 所以我会记录各种各样的任务 滴达清单可以和苹果手机的Siri完美的结合起来 这样一来在开车的时候 我可以通过Hey Siri换新手机 然后说在滴达清单中提醒我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就会自动的记录到滴达清单当中 OK 今天的课时 我们分享了滴达清单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强烈建议大家把这样一款非常棒的 待办事项工具好好地运用起来 当然你可以免费地使用它 但是如果你的使用频率很高 强烈建议你为它付费 在获得更多功能的同时 也支持一下开发者 我是清单控沙流 我们下次课时再见